比赛刚一开场 大伙队还是利用他们这种连续的短船 先将皮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维莎努向下的一技之三 比拉瓦挑船尝试打身后 看看这次在右路的进攻 阿拉拉德是商议归来了 之前他也是有一个商议的情况 上场比赛并没有能够登场亮相 先来看这次大力的接下来球 直接制住到进去之内 一个脚球的机会 比分扳平 大举加上的同时又是给了泰国足够的这种反击的机会 这下位 后场的脚 上场比赛可能打的更多还是在右路 今天亚克在前场的一个紧逼 和上场比赛面对对手的下半场比赛非常的接近 面对巴林的时候 他们在下半场比赛一段时间的猛扑 也是直接将比分扳平了 同时后方线上也显得非常的空洞 镜头 后场的长船质量并不是很高 开场的前十分钟 开场回到了关键位置上 将球拿到 向前的计制塞 右路 还有持球向前的机会 好 被承察球 第一时间还是选择回座 再将球摘出来 球队进攻当中的一个左边路 我拉起 把这儿 继续将球摘到了球队进攻当中的一个右边路 四处逐脚起球的场景 投球的空门 这一次又是找到了卡西姆 这一次就顶在球门的范围之内 这样的一个高压制下 现在泰国队球员们在后场出球 也存在一点小问题 前场这样一个逼抢 又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虽然现在泰国是取得了一个一球的领先 但是现在如何能够将局面控制在自己的角 来到之后 这个球可以交出来了 来了 面对两人加击 这个球最终还是丢了 阿里卡西姆 看这种打开大合的比赛 其实就给 泰国 制造了很多这种反击的机会 刚才那次向右路的转移 主赛球的力道有些小 不然的话 其实就是横传当中出现了失误 双全在中场的一次身体的接触 原地的摆脱 泰维斯有着不错的帅位 也不会特别的保险 横向的转移还是在右路 别来吧 第一时间是选择了回传 而来到了中后卫之间 帮助来进行一个后场到前场的梳理 的确本场比赛和上一场 首发一场是有七个人的调整 一是伤病的困扰 二是 的确 太阳的球员可能体能方面不是特别的强 现在看这次边路的起球传中 直接是传到了远端 这个球传出了底线 非常好的一次进攻机会 转 转身之后 右路接应的队友也是被对手看死了 而且今天其实比拉瓦这个位置不太好 横向的交球向前的几只塞啊 默契程度出现了一点小 泰国现在又是重新掌控了场面 比拉瓦现在进气的状态要比高位开场会好很多 又是尝试 打了一步 这球传的高度不是特别理想 比拉瓦直接是想要 后场的一起长传 头球是顶了一个直上直下 再来看 不是 防守的话 没有办法能够挺进到淘蔡赛阶段 但是要进攻的话 陈美后的这大片的开过地 很容易是被泰国的球员能够从容的拿到 比拉瓦到目前为止 其实泰国已经是浪费了三次 差不多单队单面对门将的机会 但凡其中能够把握一到两个 可能局面又不一样 先看这次 又是长距之中 尝试打一个圆角 右后卫的比拉瓦 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 接球并没有能够将球低远 又是在前场连续的抢断之后 进攻的机会 继续将球窄道球队进攻当中的右边路 苏帆纳往中路来转移 右路操作调整 四处就脚起球的传终直接是传到了远端 这球 方说队到底有没有碰到呢 还是一个前场的结尾 这次变相是给了对手一次停球的机会 非常简单 那角出球 又是苏帕纳 开始继续在左路来尝试做文章 今天场比赛其实 虽然我特别精确吧 倒不至于 但是整个方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又是曼德卡西姆的一个回追当中的上架 上场比赛其实在控球率方面 还是泰国123 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 而且在射门次数方面 包括射政次数方面 他们都要明显高于 伊拉克123 虽然在进攻 也是给对手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先来看这一次 转移球 来到了球队进攻当中的一个右路 伊拉克 伊拉克还是选择了回传 因为守卫着一球的领先优势 其实对手顺利的挺进到淘汰赛杰德 而且也将会创造自己的历史 先来看这一次赛中途强断之后的反击 向前的几只赛球 出球还是节奏稍微慢的一些 伊拉克还是曼德卡西姆 投球的回错 右路有比较明显的扣当 马上 伊拉克 伊拉克 向前立即直赛球 有没有愿位 高三角坐回来 这次回防当中的一些因素 把脸将会立压阿大利亚 挺进到淘汰赛杰德 而一旦是两边出现平局 或者是这边出现平局 另外一场比赛 又出现紧接着二次的进攻 加米尔 第一时间是选择了回船 把这闪开共当 倒三角的回船 送到了小进区边缘 机会不错 还有说门的两 台湾还是响哨 这球第一时间是出了边线 并没有越位 大范围转移 这一次其实如果本戴威斯不拦截的话 球还是会有机会 但能够把握住他们错失的那三次机会当中的任何一次 都机会能够将比分改写 可能比赛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一个1比1的场面了 所以说就会受到惩罚 比赛到目前为止 其实泰国123已经是受到了一定的惩罚 不过他们现在以这样一个比分保持到最后 也能够顺利的挺进到淘汰财阶段 直接是传球 而是选择了射门 苏潘拉 前场助力的反抢 做的还是比较到位 吉拉 向前的一击直三 投球顶了一个直上直下 底下速把处也没有能够将球停下来 再来看这次又是在前场的抢断 前场的4打4 第一点还是 第二位投球的解围 有点拼不动 现在压克的球员们也是频繁的 投球的解围 紧接着外围长水脚远射 直接是被防守人封堵了下来 倒钩的解围 没有能够踢动球的部位 还是有反击的机会 现在看这次在右 拼尽全力 将球先给到了右路 还是一脚出球 先保险起见 给到右后位 比达瓦的脚下 波拉企业现在也是冲向在这个后腰的位置 一会 一脚解围球 将球给踢出了地线 这时候 泰国用完了最后一个换人调整 观察一下队友的跑位 实在是没有太多的空间 脚下有点半算 这完完全全就是对子了 裁判十一 根据走路 比较明显的空档 这个球没有能够送到深前 让反击又是变成了一个阵地战 后场的篮节很关键 向前立即直载球 两个边路都可以给 出发猜 这抓来到了球队进风当中的一个右边路 加波 边路的气球转中 投球的空门 这次在门前 还有机会 门下做出了非常关键的呼吸 后场的另外一球 直接是来一脚 齐长转 质量并不很高 出发出 球停的也不好 散开空档 这个球还没有丢 看了下右路 这球没有办法传出来了 紧接着 急刹打 一个大脚将球踢过了半场